今天跟大家介绍一只我近期非常喜欢用的打底 它也是我暂时用过这么多只打底中最喜欢用的打底 它就是这一只Centro的Woodleaf Spray 在我介绍前我们先看看官方的介绍 这只打底我试了一个月 它是一只不只可以当heat protector用 它是一只可以灵活变成以上任何一个功能 又或者集合所有以上功能的一只打底 落完吹完头之后发巾会变得有力很多和蓬松很多 大家要明白平时如果我们不落打底就这样吹头 发巾都可以吹松一点 但如果落打底的话就会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容易吹松我们的发巾 好热啊我想脱衣服 而这只Centro的Woodleaf Spray 如果用完之后 这些头发是会比我们平时用完其他盐水或者tonic 是更加容易吹松 以及吹得头发发巾更加蓬松 而且重点是用完它吹完头之后 又不会像平时用完盐水这样吹完头之后 那些头发会变得很卡 又不会像平时用完tonic之后 或者有时会弄到头发有点油滑或者粒缺点 而是用完它吹完头之后 你会发现发巾有力了很多之余 同时你的头发会变得非常轻身 和摸下的质地是轻轻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 很多时候我们用完一些很有力的打底之后 这些头发的感觉好像有点重 和好像有很多product在上面 那当然因为我们落了product在上面打底 所以你要feel到一些product 但是这一支Woodling Spray用完之后 发巾同样有一个好的支撑力 但是你的头发摸下去 就好像没什么摸过product 感觉是非常轻轻和非常自然的 而它product介绍里面都有写到 如果你想做到我以上提及的效果的话 就用三至四个pumps 即是三至四下 但如果你追求一些比较粗糙的 好像盐水那种感觉 或者texture的话 就用6pumps或以上 那就视乎你的发量 所以看看你去到这一刻 到底明不明为什么我敢转你一支 因为它是一支可以透过调教分量 而做到不同效果的打底spray 以前如果我想过头发摸在鞋底 硬身一点或者看起来粗糙一点 我要买一支盐水 又或者如果我想过头发多些folium 我们要买一支mousse 又或者用maraki 又或者用hair tonic 但最近或者现在 我只需要用完这支spray 就搞定了 不用怕 为了更加全面把我刚才说的 表达给大家看 我就做了很多不同的测试 首先就是只是用完它打底 出完头之后 不落任何product的情况下 去完一日街的效果 好了 这个就是我拿用sensualwood lip spray 打底出来的效果 打底就用了大约10下左右 如果头发比较轻松一点 就会噴少一点 但你需要摸到的粉贵 有点摸到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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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像我这样10下 那我现在就用了2-3下 再加上前吹的感觉 我旁边就用了梳去吹头 顶部我们用了手 是帮手吹头 那就完全没有做梳 你可以看到 其实就这样用手 都可以吹到很松 当然 我的技巧是会好一点 大家可以 最好造型的 用梳去帮手 出顶部的头发会好一点 我现在就这个时间 是大约11点多 有一会儿就出去到街上 看看完一天的蓬松度 还能保持住 现在在对温 那边去喝一杯咖啡 吃回我吃 人生有什么爽得过 那你那天 第一口喝的咖啡 在旺角 吃这个狗仔粉 那头呢 就是这样的 尼身 真的没有下来 所以都散了 但是呢 防松度 也是继续在这里 现在呢 就回到这个大埔 大家可以看到 那个防松度 到这个 明明是什么防松度 对啊 要不要感觉到 那些造型一定会吹乱了 但是你可以留意一下我用完它之后 那个发巾整天都会继续 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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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经过一天的活动之后呢 就会不会那个蓬松度有什么影响 影响有多大 特意出来 我们打算去做什么 做什么运动呢 那我们去登山吧 那我们去登山吧 这一座山叫什么名字 草山啊 草山啊 我现在走到这里 我都不是 好了 我想去登山 那到时就看看 好开心 祂的形成长版橋 是不是像这样 可以 可以不得 我收的帽子叫什么 牢 行不行 找到 哇 哇 屁股 屁股 嘩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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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終於走了三個小時 終於走到這裏 我覺得很難走的山 雖然阿Sunny說其實不太難走 好了 那我們回到這個辦公室 看看 這個result 那Tommy的頭髮呢 這個型呢 都還能保持到的 改變了少少 但是這個縫鬆都還在 那之後就到痕期了 沒有任何產品 好了 接著就到Sunny的頭髮 那記得大家 我們沒有下髮髮的情況下 再加上Sunny 就是用了Mona去造型的 大家都可以看到 在側邊的型是變了少少的 那大家可以看看這個位 這個位 其實呢 蓬鬆度呢 都還能保持到的 那可能是這些 這些的型的位置 就掉了少少下來 嘗嘗 可不可以re-style一下 我剛才 對 那其實呢 整個髮型呢 都會很容易re-style 其實re-style呢 那個蓬鬆度 就會再加強 那但是譬如說 定力那些呢 就依靠本身的造型 那個髮例法 那個黏力了 你有沒有塌了嗎 沒有啊 沒有啊 我應該塌了一點喔 但是試一下re-style 給大家看看效果 嘗嘗 所以除了男生短髮適合用之外 如果女士們有時想頭頂 不想經常這麼扁 或者這麼扁 都可以平時用三至五下去打底 之後再吹頭 都可以做到蓬鬆的效果 而另外好像我開始所說 它是有一個抗熱的作用 所以它可以同時當作一個 Hit Protector 再加這個造型產品 這樣用 來到成分 它有這個 又要塗這個 怎樣讀呢 Latto Latto 而去到成分方面呢 它裡面是有Latto Leaf Extract Argan Oil Hem C Oil 和Vitamin E Oil 都是一些能夠收穫髮質的成分 YES 而且另外一件事 就是我用完之後 頭都沒有痕和沒有敏感 因為我之前用過這個 Biflake Side Cake 沒錯它是蠻好用的 但有時頭皮都會覺得非常痕 但用這支Spray做蛋 即使我有時不小心噴了頭皮 到頭皮都不會覺得痕 不過在這裡提一提大家 我自己用所有關於頭髮造型的產品 都盡量避免碰到頭皮 除非它是一些純粹幫頭皮做出面的產品 如果不是其他關於造型的產品 我都盡量避免碰到頭皮 之後就來到包裝和氣味方面 包裝來說它是小小支 容量是100ml 而我自己很喜歡它的紙盒設計 因為我自己第一 比較喜歡一些簡潔設計 第二 我非常喜歡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 它的Logo在這個位置 是凹凹 還有一些shiny black的效果 shiny 不過我自己覺得 在包裝上面 如果它的瓶身是印字的話 就更加完美了 不過總括而言 我都頗喜歡 Central Woodlips Great 這個包裝 好了 之後就來到最難形容的氣味方面 在氣味方面 我自己就覺得 先噴我一次 我自己覺得是比較 玫瑰的味道 都是清新的味道 不是太男生 也不是太女生的味道 你聞一下 你聞一下 那是甚麼味道 花香 對 不過氣味這家產品 大家的公感都不同 我自己就OK這一股味 而且都頗喜歡這一股味 好了 最後又來到這個比較尷尬的價錢方面的問題 100ml不算很多 價錢240元 我知我知 可能對某部份的人來說 這個價錢是屬於比較高的價錢 但是大家可能細心點想一下 它是一股有不同功能的大底 買了一股 我們就不用買甚麼鹽水 買Hippo Detta 又不用買甚麼Tonic 那樣的快 條數其實算起來都差不多 所以即席它的價位是高了些 但綜合回以上我提及的考慮因素之後 我都是覺得它是一種性價比很高的產品 就算價錢高一點 我都是覺得它是一種很划賣的產品 好了 又拍了一條長片 今次我們在測試產品方面 做多了很多事情 就用一種產品 測試在不同的法則給大家看 希望大家會喜歡 和繼續支持我們這樣做事 如果大家想買這一支 Central Woolies Spray 就可以按一按下面的 Discretion box裡面 看看哪裏可以買 那就不用再留言問 在哪裏可以再買這些產品 好 Like Comment和Subscribe 下次見 Bye